大家好,我是Vivian楊秀慧 又是我和大家分享我美容提示的時候 之前經常和大家介紹這個CM-LESS的Modern Face 瘦眠精華素和Dr.Mu的骨膠原精華 現在有好消息和大家宣布 就是CM-LESS這品牌子出了四款最新的Gel Mask 令大家每天都可以漂亮 不如在這裡我和大家介紹一下究竟是哪四款Gel Mask 有和Modern Face同一系列瘦眠的Gel Mask 就是Modern Face Lifting Gel Mask 這個可以配合Modern Face精華素一起用 還有Skin Soothing Gel Mask 這個很棒 為甚麼呢 因為經常都喜歡折黑頭的朋友 可能是在家中適合用的 一會兒教大家怎樣用 還有Snow Bright Gel Mask 這個Snow Bright 聽到就知道一定會令自己皮膚更加白 更加漂亮 一會兒再跟大家說究竟有甚麼功效 最後一款Gel Mask就是Firsty Skin Relief Gel Mask 這個就是最基本 亦是每一天都必須要用的保濕的Gel Mask 不如我們就由最基本的Gel Mask開始說吧 就是這個Firsty Skin Relief Gel Mask 其實大家都知道 因為我經常都要拍攝、開工 每一次開劇真的都會捱東西 剛才我也是早上四點才下班 現在是下午三點 為了令自己皮膚真的不要因為很累 而很乾 上不到妝 其實我真的每一天都會用這個 保濕的Firsty Skin Relief Gel Mask 其實我會怎樣用呢 在這裡都開出來給大家看 其實這個Gel Mask裡面 其實每一盒都是這樣的包裝 獨立包裝的 大家可能會奇怪 這個是不是用來喝的 不是平時我們買的那些 好像Paper Mask那樣的 其實這個品牌為什麼會這樣出呢 是因為它會覺得新鮮一點 還有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每一次我們用這個Paper Mask的時候 我們敷完之後 其實那個包裝裡面 包裝袋裡面 其實都剩下很多的精華素 是用不完的 大家每一次都要用手去筆出來 然後敷在臉上 這個品牌就解決了女際這個方法 就是出一個包裝 每一次就擠一點出來在手裡 就會根據自己棉的大小 看看你需要敷多少就敷多少 絕對不會浪費的 而且每一次都是很新鮮的 獨立包裝 每一盒的裡面 開給大家看 是這樣的 這樣 然後裡面是有五包的 這個一包就可以用到三至五次的 視乎你每一次會塗幾口 有幾乾 塗幾多 而且我喜歡用這個Gel Mask的原因 是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除了敷在臉上 敷在臉上 我們都會敷這個眼的臉上 又要另外買一些新的臉上 有時去旅行 有時真的很趕的時候 真的很懶 真的很急 要去找出這麼多款不同的臉上 這個就解決了所有的難題了 就是一次過敷在臉上 敷在臉上 敷在眼上 還有敷在頸上 當然不是每一款都可以敷在眼上 這個保濕的就可以 敷完之後 其實如果大家家裡會有這個倒入器 有倒入器的話 其實都可以配合來用 每一次塗完之後 我就因為開工實在太累了 如果不敷的話 我是真的想不到妝 所以我早上會敷一次 夜晚 臨睡前 再敷一次 每一次都是薄薄地敷一會兒 有時 如果你真的叫我敷半個小時 然後在那裏 甚麼都不好做 只是躺在那裏 我真的覺得很浪費時間 因為同時可能也要做些少少運動 還有看劇本 到處走來走去 這個面膜敷完之後 就不會阻礙你不可以做其他事情 也不會擔心面膜會不斷掉下來 好 我們塗完之後 薄薄地塗完之後 就可以用這個倒入器 在這裡慢慢按 其實這個步驟就好像我們平時 在外面做Facial 人家幫我們用儀器做這個保濕 有些朋友可能喜歡做這個採光機 又或者做採光 又或者是做其他的Treatment Facial的Treatment之後 皮膚特別乾 這個保濕的Thirsty Skin Relief Gel Mask 其實都可以幫到你的皮膚 可以快點補充水分 這個眼睛也可以用 這些位置也可以塗 還有這個面膜 除了我剛才所說的 可以敷在臉、眼睛和頸部之外 是否有些朋友都會說 我很喜歡敷一下手的面膜 尤其是這些位置會覺得很粗 膝蓋的位置很粗 所以想要做一個面膜 但又會發現市面上 好像很多都是皮膚面膜 難道我真的要剪掉我的皮膚面膜 然後敷在這些位置 很麻煩 這個可以除了擦在這些面的位置 如果你真的突然覺得我手很乾 我很想做一下手的面膜 那你就可以拿一些 這個Scrub磨砂 然後就在手上 或者在有需要的位置 磨一磨 磨完之後 就好像平時我們 塗這個Hand Cream一樣 要拿幾多都可以塗 敷起來 擠完之後就好一點 就這樣塗 要多少都可以, 塗多少都可以 很多時候我們塗完那個 或者敷完那個Hand Cream之後 就會覺得不死了 什麼都不可以做 或好像好麻煩 這個剛剛看到, 見過後 看電視的, 5分鐘之後就能用洗 如果你真的覺得手很乾的話 想敷15分鐘也可以, 20分鐘也可以 好像一邊塗手霜那樣塗 之後就可以洗手 那就搞定了 介紹完剛才那個 Thirsty Skin Relief Gel Mask之後 現在就會介紹另一個 我自己很喜歡的gel mask 就是這個Skin Soothing Gel Mask 為什麼我會這麼喜歡它呢 就是因為 其實我都和一般的女生一樣 在家裡有時候 都會多手看到一粒皮膚 或者是黑頭的話 都會用手擠一擠的 其實如果有跟我一樣 嗜好的朋友都會發現 其實每一次擠完之後 都會有紅腫 有一點點發 如果處理不當的話 其實是會有這個發炎的情況 那這個就可以幫到手了 因為其實保持著 每天都要化妝每天都要開工 其實我真的需要在家 在家裡做一些很基本的 清潔程序 就去粉刺 去黑頭 但始終我們在家裡不會 像我們在美容卷一樣做 會有很多消炎的工具 那這個就真的可以幫到我們 因為它有Aloe Vera 可以做到這個消炎 還有可以減少這個紅腫的情況 那當然不是叫你在家裡做一個專家 只不過有時候 有時候真的有一點多手的話 看到鼻子有一點黑頭的話 真的擠了 那又不想它真的 糟了一會兒紅了 腫了 那怎樣去街呢 怎樣化妝呢 這個就即時可以幫你 舒緩這個紅腫的情況 另外呢 亦都可以幫你修細這個毛孔 其實呢 夏天 其實大家都會發現 其實熱的時候 毛孔是特別粗大的 特別粗大的原因是 因為可能 皮膚缺乏這個水分 那在缺乏水分的情況之下 就真的要補充 給它多一點水 那麼那個毛孔 就會細小一點 收細就不會那麼粗大 那其實剛才用的方法呢 都是用這個 和這個 Thirsty Skin Relief Gel Mask一樣的 都是擠出來 敷在臉上 那你敷可能五至十分鐘 那你就會發現 其實敷完之後 以我個人的經驗 就是我每一次 可能多手做 做完臉之後 敷完之後 都不會那麼紅腫 真的不會那麼紅腫的 而且我每一次都是 三四點才看到 臉好像有點髒 才即時 摺兩下 摺兩下就立即敷敷 然後第二天 可能又立即開工 我個人的經驗是OK的 那都要視乎自己的情況 那如果你真的皮膚很敏感 那真的不行的 那就真的要停止用了 所以這個都是我自己個人的建議 那另外也想跟大家分享的一樣東西 就是 在夏天的時候 很多朋友都會覺得 自己皮膚 怎麼那麼容易出油的 怎麼整天本臉都是油光的 那是不是我需要用吸油 只停止吸油呢 其實不是的 為什麼棉會這麼多油光呢 其實是想反映出 告訴你 身體缺少水分 即不夠水分 所以這個時候 千萬不要一路吸油 一路吸入 一路補粉 其實最正確的方法 就是補充水分 那補充水分 除了這個 這個 Skin Soothing Skin 這個 Gel Mask之外 剛才那個 保濕的 Thirsty Skin Relief Gel Mask 都可以幫到手的 所以如果真的發現自己 很多油光 那就真的可以 每天都敷了 那我就真的很誇張 每天敷是因為我想要在很短時間之內 令到皮膚好 所以都是視乎自己 個人的需要 在這裏都敷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它是怎樣的 這個敷出來 真的有少少Aloe Vera的顏色 少少綠色 這樣 那剛才那個 Thirsty Skin Relief 擠出來 就有少少 少少藍色 白色 這樣 都幾大分別 好了 那接下來 接下來就介紹 另一款 Mask的功效 那就是這個 這個 Snow Bright Gel Mask 這個Snow Bright Gel Mask 其實我都 真的 剛才說 我真的每天敷 為何我這陣子會這麼勤奮 是因為拍攝 這個 來自Mail Mail星的美 如果有看我的影片的朋友 都知道 我前一陣子 真的做白澳鼠 試了很多不同的產品 然後試了一款產品 真的令到我糟糕 糕糕糕 糕糕就是怎樣 我發現 很多顆粒 所以在做Mail Mail星 來自Mail Mail星的美 這個造型的時候 導演真的忍不住 跟我說 為何你會突然爆瘡 爆得這麼厲害呢 你真的要快點搞定它 如果不然我們開始拍攝 開始拍攝 你皮膚為何跟之前這麼大分別呢 其實那一刻我是有一點點壓力的 糟了 怎算好呢 又不夠睡 之後呢 這個又不知怎樣解決 然後呢 就算有粒粒解 就是粒粒搞定了之後 都會有這個抖印的 所以怎算好呢 所以那時候我真的不管了 早上又敷 晚上又敷 保持著敷不同的面膜 有這個 就是有這個 Skin Soothing的 這個gel mask 令到我這個粒粒 真的少一點 減少 不要再發炎了 因為那時候去到一個情況 真的發炎了 每一次我化妝師都跟我說 為什麼今天又有新的粒粒 為什麼今天又會 左邊又有一個粒粒 其實都挺depressed 挺不開心的 我一個女生來說 還要是藝術師 就是夾著有漂亮的皮膚 那早上敷完那個 Skin Soothing 令到它不要那麼紅腫 之後呢 晚上呢 我就會敷這個 Snow Bright Gel Mask 令到它可以淡化我的 這個 豆豆的印度 那其實在這裡呢 都可以看到 其實都還有很少的 不過之前是很誇張 是很多的 那這個呢 之前是很豪很大一塊的 那現在呢 都淡化了一點點 好了 那在這裡呢 我都開給大家看 這個Snow Bright Gel Mask 是怎麼樣的 這個呢 都是好像剛才那個 Thirsty Skin Relief Gel Mask 但它就有少少偏黃的 現在這裡推給大家看 它除了可以去這個 抖印 即是改善這個抖印的色素之外 其實可以美白 如果呢 如果呢 有斑的女生呢 就想淡化這個斑的話 都可以保持住 那如果呢 真的覺得這些為之 特別厲害的話 那就厚膚啦 即是這個 跟一般的 這個美白的 面膜的功效一樣 還有呢 可以令到膚色 更加有光澤 即是令到皮膚更加有光澤 但是我自己呢 我覺得最大的功效 就是幫我去這個抖印 因為呢 其實現在拍這個 什麼什麼星都拍了 嗯 三四 現在是五月了 即是兩個月了 即是我是不斷 每天敷的情況之下 是令到我有改善 有可能點粒粒 需要化妝點粒粒 需要至少十五分鐘 減少到現在五分鐘 都可以搞定 所以我是真的 非常需要她的 那如果大家又很想去抖印 又找不到方法的話 不妨一試 這個是本人個人的經驗 好啦 那除了這個Snow Bright的gel mask之外 最後就當然要介紹這個 Model Face Lifting Gel Mask 那最多朋友問我的問題就是 身為你的臉 究竟是怎樣變瘦的 那這個呢 就當然是我的秘訣 那除了這個 CM Less Model Face Lifting 這個精華素之外 那就是這個 那兩個可以配合一起用的 那我又說回我平時化妝的步驟 那除了擦這個 洗完棉之後 擦Toner 擦完Toner之後 如果懶得擦Toner 就可以直接擦這個 Dr.Mu骨膠原精華素 因為其實Dr.Mu骨膠原精華素裡面 其實是有玫瑰水的 那其實呢 就可以代替你平時這個Toner 那擦在面上 擦在眼上 我都會特別擦 因為我真的很擔心自己會有眼紋 因為我很擔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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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怎樣配合呢 就是化妝之前 其實一個星期就可以敷兩至三次左右 那你已經是每天都會用這個 那這個就可以用兩至三次 就可以塗在臉上做這個配合 令到它可以除了保濕之餘 亦都可以做到這個Firming的效果 那Firming呢 其實除了這些位之外 其實頸都很重要的 所以這個呢 我就建議過突然瘦了的朋友 其實會發現這些位置都會有很多紋的 所以其實千萬要記得這些位置都會敷 那就可以令到你這個瘦完之後 不會有太多這個紋的 所以這個呢 就是可以跟它配合一起用的 我覺得呢 這四款Gel Mask 最值得我推介給大家用的幾點 就是第一 第一 因為它真的很方便 其實我知道 除了拍劇很忙之外 我相信很多做OL的朋友 或者其實正在工作的女性朋友 都會覺得敷面膜 其實是一件都挺煩的事 因為你敷完之後 你什麼都不能做 那這些Packing Gel Mask 除了細細包之外 很方便之外 可以幫你用盡所有的面膜之外 所以呢 另一個好處就是 真的呢 我們敷面膜的時候 都可以去做一下 玩一下呼拉圈 繼續玩我們的電腦 繼續打我們的Proposer 或者怎樣 都不會令到我們的Paper Mask 或者令到我們的Mask 掉下來 因為其實長期敷面膜 但又不是躺在這裡 其實是會令到皮膚 掉下來的 我們沒有人 想要自己的皮膚變掉 所以其實這個 就可以解決那個方法 而且真的很快 可能真的 跟朋友吃飯之前 五分鐘化妝前的五分鐘 所謂敷一敷就可以搞定了 那剛才也說到 因為有些Mask 是可以敷在眼上 有些是不行的 那在這裡就跟大家說 可以敷在眼周圍的 其實就是這個 Firsty Skin Relief Gel Mask 就是這個藍色的包裝 那大家留意這一點 那除了這一點之外 就是經常去旅行的朋友 都會知道 搭飛機或者去旅行 皮膚很容易乾的 皮膚很容易乾 又想不到妝 又不漂亮 那其實這個 就真的很省位 小小一包 如果去一個五天的trip 三天的trip 真的戴一包就搞定 那如果去五天的 就省著你用薄一點 又或者戴兩包都可以的 就不需要戴眼的Mask 棉的Mask 以我個人的經驗 以前我去五天的trip 只是眼的Mask 就已經那麼厚 一直只是棉的Mask 就已經那麼厚 再加上眼的Mask 每天都敷 就真的那麼厚 那行李箱就要很大 這一個 只是一洗包 搞定 所以呢 都挺方便 喜歡經常去旅行的Friend 大家可以試一試 那好吧 那這裡其實我就有四款Mask 就是剛才說的 Thirsty Skin Skin Sufing 還有Snow Bright 還有這個Model Face 那如果我真的四款都有的話 我究竟可以怎樣用呢 我 分享我的 就當然是 每天都一定會用的 就一定是這個 Thirsty Skin Relief 就是這個 藍色的 為什麼每天都一定會用呢 因為我真的每天都要化妝 而且我每天都要很近距離 而且公司已經是真的 公司現在用的機 全都是高清機 我真的很大壓力 我很怕 我脫皮 或者皮膚 如果妝不夠貼 或者不夠美 都會被觀眾看到 變成我真的每天都會用的 就一定是這個 那之後呢 這三款 我就會看看那天的需要 而選擇來用的 其實之前用得最多的 就當然是這個 Snow Bright 因為我真的要去抖印 所以有時候 可能一天 每晚都會用不同的 如果有折黑頭 或者折皮膚 也可以選擇 過晚也可以選擇 Skin Soothing 所以如果想要化妝 就可以試試用 最基本的 每天都配這個 隨便一個 好啦 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那如果大家想知道 更加多 關於這四款 Gel Mask的資料的話 可以上我的 楊秀為美妝店 page 那裏看 又或者是上我的網站 那裏看 Thank you